好 立刻要带您来看到这个是关于最近全球最具规模的VMAX大展 今天上午是在台北盛大的开幕了 吸引了60多家摊商来到现场 总共250个摊位 配合电脑展同时举办 希望更多国际买主发展台湾VMAX行业 展场中除了展示内建VMAX笔电 电信业者还准备了VMAX体验车 让参观者在车上享受移动之间 快速上网的便利性 而马英九总统今天上午也非常的捧场 连跑信义和南港两个展览区 目前人来到了南港 立刻我们把现场交给记者宋东斌 东斌告诉马总统今天的最新状况 是的 那么马英九总统今天上午是来到台北世贸二馆 参加2008年的VMAX国际大展 他在稍早的时候的开幕典礼 以英语跟全球各国的科技厂商还有国内厂商来致辞 那么也欢迎将近有非常多国家厂商来国内参加这次的VMAX大展 那么所谓的VMAX技术就是所谓高速行动上网 那我们知道马英九总统在他担任台北市长任内 非常自豪的一项政绩就是台北市的这个所谓无线上网的覆盖率 还有稳定度呢在全球各大城市来讲是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所以因此呢因为目前这项技术更为突破的所谓VMAX这项技术 在台北呢举行国际展览呢 因此呢这个马英九总统呢也特别利盈到展览的现场呢 来看看这项技术最新的发展 那么他也到各个这个厂商的摊位上面去了解的这项技术 目前已经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了